想问一下 你们和自己的妈妈 关系好吗 我是一个富豪蛋 身边豪车美女无数 然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每当我抬头望向星空时 心情都会无比的悲痛 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小时候的我家里很穷 经常吃不饱 餐不暖 还记得我和妈妈 路过一家商店时 我看到了商店里的一把玩具枪 吵着闹着 让妈妈买给我 妈妈 我想要这个玩具枪 孩子 妈妈今天钱没带够 下次好不好 不嘛 不嘛 我就要买 我就要 看到在地上打滚撒泼的我 妈妈没办法 只好把玩具买了 拿到玩具后的我很开心 却没曾想 花的尽是今天家里买菜的钱 爸爸回家后 听说妈妈用买菜的钱 给我买了玩具 直接把妈妈给打了一顿 第二天 当我看到妈妈身上的伤后 吓坏了 妈 你这是怎么了你啊 妈妈没事 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虽然妈妈不说 但我却知道是谁干的 因为我的爸爸是个混蛋 一喝醉就喜欢打人 每次我爸喝醉的时候 妈妈都会带着我躲进卧室 而妈妈的踹门声 成为了我小时候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那天以后 我便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以后带我妈离开这个家 她记得小的时候 家里没有电视 妈妈看我无聊 就会带我出去看星星 每当这个时候 她都会给我讲好听的故事 有一天 我忍不住问妈妈 妈 为啥别人家都有电视 咱家没有啊 傻孩子 电视有什么稀奇的 咱们虽然没有电视 但是整片星空 都是我们的呀 我抬头一看 满天星辰 都在向我们眨眼睛 那一刻我便觉得 世界上没有比跟妈妈看星空 更美好的事情了 后来我考上了初中 因为坐不起车 我妈便陪我一路走到镇上 从早上五点钟走到七点半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道 妈妈 你每天陪我上学 真的不累吗 妈妈回头看了我一眼 上前摸了摸我的头说道 当然不累呀 妈妈这是在和你一起冒险呢 听完之后我开心坏了 妈妈 你快来 快来追我呀 你慢点 别摔着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妈妈的陪伴 从那以后 我每天都很期待上学 只可惜好景不长 初二那年 爸爸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追债的人都堵到了家里 而我爸早就跑得不知所踪 有的债主亲戚败坏 甚至还对我妈动了手 我气得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你们有本事就冲我来 不去欺负我妈 追债的人看到我们母子俩可怜 最后没办法 只好把那些家里的东西离开了 那一晚 我看着凌乱的家 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妈妈过来帮我擦了擦眼泪 笑着说 我看别怕 还有妈妈在呢 在最绝望的时刻 依旧是眼前的女人给了我勇气 在那之后 妈妈就要出去捡垃圾卖钱 而我时不时地就去河里钓鱼 钓到一条鱼 家里的晚饭就有着落了 我发誓 我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虽然离家很远 但是妈妈每周都会走两个小时的路 去公用电话厅 给我打五分钟的电话 她总是说自己会得很好 不用担心 有一年冬天 妈妈在去电话厅的路上 不小心摔伤了腿 可她还是坚持走到了电话厅 打电话的时候 我竟完全没有听出来她受伤 毕业之后 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但是离家却更远了 因为工作越来越忙 我和妈妈打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 我都是应付了几句就挂掉了 后来的一天 我在那陪客户吃饭时 妈妈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我赶忙离开房间 去外面接电话 喂 妈 怎么了 我在陪客户吃饭呢 孩子 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别吃不干净的东西 天冷了 要记得多穿些衣服 我知道了 妈 你放心吧 孩子 妈妈对不起你 从小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但是妈妈一直以你为荣 听到这些话 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放心吧 妈 我会努力让人过上好日子的 我原本以为 妈妈只是有点想我了 但是却没想到 那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通话 三天后 我就到了家里人的电话 听完我便当成晕了过去 原来妈妈早就得了癌症 只是一直瞒着我 而我都痛恨自己的后知后觉 只不过一切都已经晚了 对不起 妈 我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到头来都没能好好地报答你 从那以后 我时常会望向星空 这满天的星空都是我的 或许其中有一颗星星 就是妈妈变的 我的妈妈 她不漂亮 也不优秀 但对于我来说 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